延續哈維災後的關懷 達拉斯 慈濟職工 帶著限職卡和毛毯 來到受災民眾欺身的公寓 住戶拜訪 我們知道他們要付給你3個月 對 我們只是擔心 你還沒有找到工作 可能你需要找到工作 可能你還沒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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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特琳夫婦先生已找到工作 生活暫時無余 職工給予祝福 住在公寓裡的受災民眾 雖有安身之所 但很多人都身無分文 急需現金應急 羅貝卡的家裡空蕩蕩一片 志工送上限職卡 大切燃眉之極 他也要了竹筒 希望回饋 然後你來幫我 然後我給你那 好的 那我給你 謝謝 我把你放在這裡 謝謝 哈威在後一個多月 儘管很多民眾 生活還未完全步入正軌 但志工不間斷給予援助 這份愛也將一直都在 大愛新聞 這次美志工 吳怡軒 美國發達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